都说一首歌代表一段回忆 而我一首歌代表一个地方一个梦 当一路向北的旋律响起 我决定向北出发寻找天路 前面就是中国版66号公路了 有草原梯田的美景 蓝天白云渐变搭配黄色 宛如一幅幽化 而且在这儿还能体验白色风车的浪漫 如果担心发型被风吹乱 建议戴上帽子挡一下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儿风车多了 因为风太大 喜欢拍照的推荐画皮领 秋天的画皮领不但不会觉得萧条 反而微黄搭配树林层次更加分明 我像不像一个探险家 如果说秋天的章北有什么不足 那就是经常容易起风和阴冷下雨 背上一件能防风挡雨的高质量冲风衣 是个正确选项 在反程途中偶然发现的古城 居然有了电影氛围 我像不像大话戏游的城楼 突如其来的雨不但没有破坏景色 反而增加了神秘感 在旅行中和好朋友欣赏风景很惬意 但和塑料兄弟打一把伞 就是咱俩 要不是我衣服防水 咱俩今儿就割袍断衣了 旅行途中虽然常有小插曲 但是不会影响继续的角度 别再说秋天没有好风景 让每天录的秋天更好看